休斯多火箭又赢了,主场以132比112打的国王丢盔去甲,三杰就在塔下班,赢得四连胜,从开局西部最烂的球队之一,但今天重担西部地板,火箭就像他的名字一样,以火箭的发誓不断爬升, 而且今天又是灯泡意气爆发的日子,克里斯把罗出场32分49秒,仅仅出手9次,就得到了24分4篮板有助攻一强段,其中3分8中有,哈登出场34分17秒,投篮17中10,3分10中4,得到了34分4篮板8助攻三强段的数据,看数据是不错,但是今天火箭仍然有一个隐患, 就是事物太多了,保罗全场出现了8次失误,哈登为了6次,而8次失误对于保罗来说简直是不敢想象,这样的一位稳健行后卫,竟然会交出了8次失误,在上赛季保罗刚刚加盟火箭的时候, 可是以传球本件著称,很少出现失误,17到18赛季保罗场均失误仅仅为2.1次,历史先低,而本赛季13场常规赛,保罗的失误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,场均3.3次, 而保罗过去所有赛季中,最高的一个赛季失误也不过是平均2.6次,这还是在黄蜂时期的保罗,那时候传球还没到大开大合,进入跨境的状态, 也不知道是不是来火箭后,本年五次哈登呆天了,本赛季哈登的场均失误令人发指,为五次,赛季后保罗也提到了这一点,他认为球队虽然赢球,也找到了上赛季的感觉, 但失误态度很具命,保罗说道,我们今晚凝中了投篮,并且打出了正确的比赛节奏,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防守,虽然对手今晚得奔过了一本, 但是在大部分比赛里,我们的防守还不错,但有一点我们要注意,就是今晚的失误,詹姆斯哈登出现了六次失误,而我出现了八次失误, 我在赛后看了数据统计后才知道,我认为我今晚的表现,应该成为全队的一种警惕,你懂我的意思吗? 我们不能出现这么多失误,对于哈登也一样,出现大量的失误,对我们绝对是一个坏消息,这就是保罗带给火箭的东西,永远都不会满足, 至于思念1.6亿美金怎么说呢?你可以说不值,火箭的亲约不划算,但至少莫雷惊吓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, 你没办法呀,不是说你放弃保罗,火箭就有办法演进新的巨星,CNBA没那么简单,如果单单有钱就可以得到超级巨星, 那么尼克斯和兰宝不是早就全明星扎推了,不是说火箭的坏话,休斯顿别开始航天城,在美国也算得上是大城市, 再是对球星的吸引力极低,看看当年莫雷追过的巨星,谁愿意来火箭? 还不是一个个放了火箭的鸽子,而且17年夏天,保罗第一选择也不是火箭,而是马刺,至于曾经火箭追过的阿尔德里奇, 龙王波斯,保罗乔治等等巨星,是没有一位愿意来火箭,乔治甚至发言讨厌火箭, 还有曾经拒绝两次加盟火箭的安东尼,虽然安东尼即将被火箭拆掉, 但是如果今下不是保罗这一层关系,安东尼会来火箭吗?